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节平滑剂的收缩状态 达到克装血管和促进血液循环 减少血栓形成 对治疗身体血栓疾病有很好的效果 这个过路黄外用可活血善淤 消肿止痛 毒舌咬伤 跌倒损伤等症 过路黄它的药用部位是它的全草或者是带根的全草 一般煎汤15-60克或者是倒成枝 外用是那样倒烂把它敷在这个坏处 在这个四川中药字上记载 除风清热之腹泻 在常用草药治疗手册中记载 气风上寒止渴 在白草经上记载 下气活血 离百病 这些病情还需要资讯当地的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我是农民 也是一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